大家好,又回到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就說一下這個印度阿哥好東西 難怪他有段時間民調是超過 共和黨的新星德桑蒂斯 不,我應該這麼說,他現在就是新星 我就是新星 我正銀河的星星 你默默愛過 其實他亦被稱為比特朗普近特朗普的人 這位阿哥的名字真的很長 叫拉馬斯瓦米 大馬Sir背了很久就記得,我還不是很好 拉馬斯瓦米 其實他說什麼呢 嘩 之前阿琛弄了美麥邊境的圍牆 想不到他現在連五眼 聯盟的輪郭 加拿大 這個北方的輪郭 他都說 你得你 你也要起場 嘩 這樣 這樣令到加拿大很不爽 不單止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要起場 現在 美國政界 尤其是共和黨 現在我們連 加拿大邊境 都要起一棒牆 在共和黨總統辯論會上 新鮮滾熱 這位候選人其實也挺有錢的 是拉馬斯瓦米 他自發性地提出這個想法 其實他很厲害 他是知道了整個市場的動態 他緊貼市場默薄 這位印度阿哥呢 印度瑞亞哥說 越來越多共和黨人不單止支持美麥邊境起場 還有人認為 邊境管制政策應該更加嚴一 美加邊境也應該被 認真地關注 因為太多維禁品進入美國 你起圍牆和維禁品 有點差距 沒有什麼關係 對紫芬太尼 但是 好像 加拿大方面說是你那些東西過去 你就賴了加拿大進入你那裏 當然大家都要互相有指責 這位印度瑞亞哥說 教練 在美加邊境繳獲的這些維禁品 足以 是搞定300萬美國人 所以我們必須 先 倒塞源頭 而不是令到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到時就沒有人處理到的 所以 不單止要建一棵牆 我們要建一棵兩棵牆 好笑 不是建一棵 我們建兩棵 你怎麼這麼好笑 其實 你是不是打算加口變成兩棵 一頂兩棵 好笑 其實 你知道美加的民眾 互聯互通也挺廣泛 你希望這場有鬼用嗎 印度瑞亞哥 其實他不是隨口說的 他也挺聰明的 他首先在上個月 在自己的推特上 宣傳過的 即是試一下水溫 難聽說的就是賊老是沙布 原來 很多的共和黨 極有支持者 很支持他這個方案 其實 好像特朗普也沒有說過 他真的比特朗普還要特朗普 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者 辯論是沒有特朗普的 不用擔心 但是這個阿哥 其實他說的夠精彩 真心說 之前以為德桑蒂斯 會 搞定阿琛 結果是不是 這位阿哥他搞定德桑蒂斯 現在他就是一位新星來的 說真的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的最新報告也顯示 今年在美加邊境 繳獲了 其實也不是很多 他講得那麼厲害 原來繳獲了多少呢 是繳獲了 兩磅 兩磅你起?兩磅牆 好笑 兩磅 很有些 危議題的感覺 炒作議題 其實他就是給人感覺 我們在捍衛美國人的利益 300萬人 好像你說得太大了吧 根據這個機構的數據 只是佔 總繳獲總量27,000磅 0.0074% 是3.00 0.0074% 當然共和黨的議員也都頻繁 因為他們 最搞笑的是 頻繁地抱怨美加邊境 都有非法移民問題 但是 這些數字 都是佔美國總數 只有很小很小的部分 其實真的是藝議題 你說得對 只是炒作 只是炒作 當然 看看今年的數據 自從2022年財政年度開始以來 只有2.7%的人 不再 嘗試從 加拿大 非法進入美國 實際上 是嘗試 在過境的 進入什麼其實也不是很多人 這樣說 你的數據也是挺薄弱的 很少人是這樣做的 沒有說要再建立第二步場的必要 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還未嚴重到這樣 米哥 實際上在嘗試 是在正式的過境點進入的 根本不需要什麼非法進入的 這個印度 瑞亞哥 不是第一次尋求共和黨 總統提名當中 講這個 美加邊境起牆的這個候選人 不過上一次提出這個購賞的人 下場不太好 當時 是這個Scott Walker 在 16年時候 就提出為不是這樣 在加拿大 跟我們接壤的地方 他就不是 不是兩步場是一步 就是打算起牆 不過當時被黨內人士無情嘲笑 不過 時勢 今時今刻 居然支持這個印度哥哥多了很多 可不可以這樣說 Scott Walker 霍家先生你16年是生不逢時 當時尚算是 理智一點 共和黨 陷入了特朗普主義當中 其實當時的加拿大 駐美大使 Garry Door 其實他亦都嘲笑 Walker 就說 這位五大湖區的 威斯康辛州州長 應該非常了解 原來 不用建牆 那裏是水域 起來作溫 其實他就說 這個巨大的天然屏障 就是一幅牆 你用什麼建牆 最搞笑 這個Walker後來 退出了 黨內的初選 最新的排名當中 原來這位印度哥哥為何他那麼激 原來他跌到 剩下第四 是剛剛的 誰想回第一 都要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整整一下可能可以 因為他經常炒作議題 經常炒作議題 說回特朗普場 特朗普時代美麥邊境的一幅牆 你想想 美麥邊境的一幅牆都沒什麼用 還有 加拿大根本 就不像你這樣說的 那麼多一些 違禁品或者非法人士進入你那裏 原來當時 說回特朗普當時 他 建一幅牆也是他的競選承諾之一 16年 他競選期間 多次呼籲修建更高的邊境牆 並且表示如果當時 他就會著手 是修建這幅牆 並且叫墨西哥政府支付相關的費用 當然財力也三方過了 其實時任墨西哥總統 當然是說不會付錢 17年 1月的時候 事實上他算不算是 對現也算是 對現也算是 雖然是比較適合 還有跟當時說的實際 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原來 特朗普可以簽署了第13767 即是767 好的 行政 命令正式指示美國政府嘗試利用現有聯邦資金 在美麥邊境 修建邊境牆 而由於 這個 牆的費用可以很高昂 並且 是 是缺乏明確的資金籌集方案 所以施工 並沒有實際開始 但是 18到19年 由於特朗普堅持否決任何 不包括57億美金邊境牆 資金的 這個支出法案 所以聯邦政府的部分 部門 對不起 被迫關閉了35天 19年 2月 特朗普宣佈南部邊境進入 國家緊急狀態 美麥邊境的 這個 局勢是一場大危機 要不需要 緊急狀態 不是大流行 需要分配其他用途的資金 你修建邊境牆 原來是這樣 宣佈了 緊急狀態 所以可以調動 有一個 可以為他背書 國會之後通過一項 聯合決議 推翻緊急狀態 當然啦 你也沒理由 沒理由 推翻緊急狀態令 但是特朗普 是否決了這個決議 到19年9月 特朗普表示 計劃將會在2020年底之前建立一面 長達 450到500英里 7200到800千米的高牆 有多少銀 有沒有說 其實 他 喊他 他之後也說 看看他製造了多少 不說多少錢 但說回他實質製造了多少 好 剛才說是 450到500 其實 只是收了93英里 但是 相關部門的數據顯示 最少 是90英里 取代了原有的邊境牆 即是 取代了 不是新的 可能是 修修補補 換新的 原來 之後 2020年1月10日 國島安全部門 亦說阿里桑拿州新建 首個100英里的邊境牆正式員工 第二天 特朗普 表示贊賞 並且將自己的名字 命名這個牆就叫 特朗普牆 同意 在另外一個部分的牆 最搞笑 在 加利西哥的部分邊境牆 結果被大風吹淋了 真是很流的 真是很流 那麼其實 原來截止到2020年 11月17日 新牆 其實都是有402英里的 但是跟他說450到500還是有差距 除了9英里之外 其實 不是新的 全部 其餘 只有9英里是新的 其他所有的 其他所有的牆 都是對現有或者過時舊的那些 換掉 師工那些人都知道 不要搞那麼多 撿一撿就好了 不要真的起 其實他根本 說得這麼大 就是 說真的 就是將舊的瘦瘦瘦瘦 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是新的 但是 新的很少 別說得這麼大 當然 當然 拜登就當選了 拜登競選時 就承諾 簽署行政命令 停止修建隔離牆 2021年4月30日 美國五角大樓宣佈取消所有軍方資助的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圍牆 建造項目 未使用的資金 將會返回軍方 這樣可能更有用 盧西 好很多 至少實際一點 說真的 印度瑞亞哥 其實說真的 你說話 都是沒什麼用的 他比 我們的標題沒有寫錯 他比特朗普更加特朗普 更大 而且更加是沒用的 原來最後的估計是花了多少錢呢 最後呢 麥康內爾 就是 參議院 共和黨領袖 經常定了幾秒的 原來 是150億 沒有 拜登那麼經常的 他比較少 可能比較少 他比較少出來說話 而且他呆了一點 拜登有時就很精靈 說回來幾句 麥康內爾就好像呆了一點 剛才我們在麥康內也有說 是不是真的需要引入年齡的限制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